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开源项目 那么这个开源项目是一个实时的直播数字人 这个数字人项目也是确实比较火 咱们大伙的需求也比较大 然后呢,这个项目,据作者这边介绍呢 说是这个项目之前是用过商用的 卖了几十套这个项目,赚了不少钱 那么现在作者呢,把这个商用项目开源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项目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 看看大家能不能使用 然后咱们直接来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本身的体积呢,确实非常的小 这一点在这个数字人项目里面确实算是非常的出色 大家看只有1.73G,非常的小 你解压之后呢,这边有这么一个启动文件 大家选择这个启动文件,双击打开就行了 这个稍等一下 好,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项目的一个使用界面 大家看到还是比较简洁的 那么它这个分两步 咱们先来做第一步 就是生存这个数字人视频模板 我们选一个视频文件 它这个项目里面自带了一个例子 咱们直接用它这个 然后这是这个视频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 应该是这个 变种病毒呢,首次在内地的社区传播 天津市有两币的确诊 目前天津呢,已经开始进行全市的核酸检测 这就是这个视频 然后呢,我们来点这个开始 好,这边稍等一下 那么这个第一步是什么意思呢 我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其中的原理 假如说,现在你自己要录这么一个无人直播间 需要一个实时的这样的数字人 那么怎么做呢 然后你需要自己找一段文字 对着你的镜头去把这段文字念一下 然后录成一个视频 MP4 然后呢,用这个第一步这个工具 把它生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包含着你说话的一些特征 咱们每个人说话的时候呢 你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会有一些你自己的习惯 以及方式 个人又个人的特征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通过这个数字人视频模板 他就把你这个人的这个说话的习惯 说话的特征就全部提取下来了 然后呢,通过第二步 咱们这个时候呢 就有这么一个你的特征 再加一个音频 那从而生成一个这个新的这个视频 它整个这个项目的原理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步怎么去做 这边呢是大家注意选择的是视频模板目录 看一下这个目录在哪儿 找到这个文件 大家看到这边呢 它是一个文件夹 只不过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呢 叫1.mp4 它里面是有一些东西的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视频文件 它其实只是一个目录 然后呢 哟,没了是吧 选一下 然后是就是这个驱动音频 这个呢 它这里面同样自带了一个声音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声音在哪儿 这里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全球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 2022年1月3号星期一 首先 声音就停到这儿啊 大家注意这个声音的时长 它是11秒钟 然后这边视频的这个时长呢 是看一下啊 电种病毒的首次 这边是7秒钟 那么这两个时长不一样 那么按哪个算呢 其实咱们刚才解释原理的时候 我想大家应该想到了 它肯定是按照声音来的 因为其实这个7秒的视频 它只是提供了你的说话的特征 实际生成呢 是按照这个音频的长度来生成 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11秒 或者是12秒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这个开始生成 请耐心等待 这边就跑完了 它这个速度呢 真的非常快 这个项目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这个实际的这个需要的显存 大概是5个G左右 那么这个项目其实是你有4G显存 没有问题就能跑 2G显存其实也可以试一下 这个对配置的要求呢 真的是很低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效果 打开幕录 那么这边有一个这样文件啊 我们点开看一下 全球视野搜热点 时事资讯快播报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 2022年1月3号星期一 首先欢迎来看我们正在直播的五件新闻 这就是它的效果 还可以 在这些同龄型产品里面 应该算是不错的 然后它最主要的优点呢 非常的突出 就是这个资源账用非常的小 生成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项目确实不错 大家有需要的呢 可以下载下来使用一下 大家拜拜